就來看70頁這個LED點擊證 你可以先把我們的這個找到 板子裡面有沒有一塊這個 請問這個有幾顆 剛剛我們才玩一顆嘛 這裡有64顆 有沒有 64顆 這個跟我們外面 學校外面很多 是不是都有電子看板 跟它概念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比較小顆而已 比較小顆 那待會呢 我們還需要什麼 因為你看下面這裡是不是有線 有這個接線 所以我們需要這個杜邦線 那各位呢 這個杜邦線的部分 正常來講 你的裡面應該會有兩種 有兩種 就是公公跟公母 周基隆唱過那首歌 你應該知道 周基隆唱的是這一種 有沒有兩頭都是公的 尖尖的有沒有 另外一種是這一種 就是一邊尖的 一邊是母的 這樣了解 那以我們現在 LED點擊證來講 因為我是要接過來 所以我用公的跟母的 所以你不要找到周基隆去了 找公的跟母的 我們這個需要用到五條 是我們目前這套件 需要用到最多的 不過我知道各位的 因為你們的那個套件已經多人使用 不會像我是屬於麵條 合在一起的 我部落格還有一篇文章探討一下 到底是合在一起比較好用 還是一條一條比較好用 哈哈哈哈 因為出學者我覺得一條一條 比較容易搞混 那我就先接一下 平常我是建議就是 如果你剛開始用的話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 你看在這邊 我這個 我是不是都照那個排線 對不對 那我挑了五個 什麼顏色沒關係 每一條都是獨立的 你不用跟我一樣 不用跟我一樣 也不用跟簡報上一樣 但是呢 我們先從這邊 我就照一條一條把它接進去 那你在接的時候呢 你看一下 你可以一條一條慢慢接 也可以是兩條 有沒有 但是我們在接的時候 稍微用拇指 你稍微頂一下 但是我剛剛強調一下 就是這個板子的後面 有沒有尖尖的 所以你在拿的時候 還是稍微留意一下 太大力 你會覺得有刺痛的感覺 好 那 對啊 我就跟你講 同學會說 問說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 你如果不好弄 你就一根一根弄 沒關係 但是要把它頂到底 有沒有 但是不要太暴力喔 我之前上兒童班 有個小朋友 就把中間一條 就弄斷了 所以我還找朋友 去把它焊接起來 因為這個110 呵呵 好 你就把它一條一條接好 那一般我比較喜歡這樣 照那個排線 就接到裝置這邊 我就一個一個接好 是因為 待會我就可以 照這個顏色對出來 不會有交錯 比較容易 那因為你們現在的大部分 都是什麼 都是一條一條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一條一條接 也沒關係 這樣是不是接好了 你接好之後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簡報的第71頁 71頁 欸對了 你們在接的時候 是接哪一邊 要注意一下喔 是接有這個 有沒有 有這個電路板的這一邊 有這個字的 你不要接到上面這一邊喔 他因為他兩邊都有接角 有沒有 因為上面這邊 是他拿來串連用的 就串第二顆 第三顆 第四顆 所以我們是接在下面 這有 有字的這邊 有沒有發現 第一個角位是什麼 這邊的第一個角位 你對到這邊來 有沒有都一樣 VCC 就是5伏特的 所以待會我們這邊 就接到VCC 這樣了解嗎 第二個 是不是GND GRAND 接地 所以我們第二個 就接到接地 再來 它有三條訊號線 每一種元件 它的那個裝置都不一樣 就是那個號碼 就是需要的線不一樣 所以呢 我這邊 我這邊就接 16 14跟05 16 14跟05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開發板這邊 記得先斷電喔 你沒有斷電的話 我可以跟你保證 你待會一定不會成功 因為這個LT點擊症 它需要電壓比較大一點吧 因為比較多顆 所以如果你沒有斷電插 第一個危險 第二個怎麼樣 它需要做初始化的動作 就是一插上電的時候 它要先做一些判斷 所以如果你沒有 這樣的話就不行 那你的這個LED燈 你可以把它拿下來的 我就先把它拿下來 你先把它歸位一下 好 那你看 我第一條 是不是綠色的 所以我就這邊找綠色的 你不要急 每個人的顏色不一定要跟我一樣喔 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我綠色的 我就接VCC 你找一下 有沒有 我這裡有VCC 我就接進去 第二條 我是黃色的 是接地 所以我就接到另外一邊 GND 你一條一條接啦 因為剛開始不熟嘛 不要急 看清楚再接 這樣 然後呢 第三條 我就接到16 第三條 我的是橘色的 我就接到16 第三條 我的是橘色的 第四條 我的是紅色的 所以你就一條一條對齁 不要急 因為這種東西接錯就是不會亮 好 最後一條我的是棕色的 所以我就接到05 那麼你在插的時候一樣就把它插到底齁 插到底 不過你們 你們的那個盒子裡面有些那個杜邦線 因為杜邦線也算耗材 有的齁就是會比較鬆脫 就比較鬆鬆的 就比較差一點的 那你盡量就是像我這個一樣就接到底 不要那個露一點點出來 露一點點出來 如果你確定沒問題 你就真的可以把電插上去的 像我這邊我就可以把電插上去 那有的人一插上去 他可能就全部都亮 那也有的像我一樣就是暗暗的 這樣都算正常 這樣OK嗎 就是你先確認一下 我現在有插上去的有沒有 如果沒有亮也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我們在程式裡面來設定就好了 這樣硬體的部分有沒有問題 OK嗎